大家好 爱吃一对小猫军用和大家见面了 近期公开的Netflix原创电视剧《黑暗荣耀》 描述学生时期因暴力阴影而灵魂遍体鳞伤的女子 用她的一生缜密准备着复仇的故事 这次宋慧侠明显抛起了眉毛 现在在演技领域拼一下 很明显宋慧侠的表演很精彩 同时剧中一位抢眼的熟男 剧手头组都特别性感 他就是郑承认饰演的宋慧侠的死敌 林志妍的角色的丈夫何杜林 宋慧侠饰演的文东恩可以接近他 两人之间有了暧昧的氛围 文东恩成功引起杜林的注意 随着剧情发展 何杜林对文东恩更加好奇 不少网友看完《黑暗荣耀》后直呼 啊 这对CP真好课 太喜欢他们的对手戏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郑承日和宋慧侠的对手戏吧 在剧中 宋慧侠的死对头林志妍 如愿实现了儿时的理想 价格里一位优秀的男人 他饰演有成 穿着精致 有着极高品位 承磨寡言 却不失情趣 这样一个角色简直就是完美人夫 你不得不佩服 韩国人把财阀这群体 在影视剧中演讲得明明白白 他们绝非简单的一张面孔 他们或油腻 或猥琐 或阴险 又或者魅力十足 总之在韩国人眼中 财阀既可怕又可敬 甚至又让人向往 郑承日就饰演了这样一位优财阀 他儒雅绅士又充满智慧 他不掩饰自己的欲望 又想得十分克制 他可以为了妻子在电视台的地位 动用资本控制一切 又可以为了心爱的围棋 尾身下层齐管 总之他本身就是这样 因为矛盾的人生 他渴望琐射的繁华 却要追求内心的宁静 42岁的郑承日在剧中 把邪魅中带着酷 神秘且生不见底 只有仔细看 才能看出是个畜生的何杜林 给养活了 他成就了这部剧 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 剧情上来说 文多恩在复仇过程中 我觉得他花费最多时间 来搞定的便是何杜林 因为这个角色的魅力 与文多恩起舞相当 他总是在暗处默默地观察 他要求完美 他聪明 两个人相处起来 也更有张力与欲望 最绝的一场戏 便是齐管师 两个人相遇的那一刻 音乐与拍摄说法 都像是致敬王家卫的花药年华 也确实是有味道 在何杜林失望的转身的刹那 文多恩命运般的登场 在他的注视下 走到了棋盘 后来两个人对峙的时刻 何杜林从下到上 打亮的眼神 真的是让人疯狂心动啊 文多恩对于何杜林来说 是一个魅力的存在 接下来 文多恩处处攻略他的领地 给他渗透信息 他周围充满了 关于文多恩留下的内容 无论是小到 他听到妻子班主任疯癫的内容 还是大到利用孙明武的身份 给他发他俩便利店的照片 让他发现妻子 与权在俊和女儿秘密的蛛丝马迹 最后到他询问崔慧婷 答案都在文多恩的预设下的时候 他看到女儿的班主 认识文多恩的时候 他终于串起来了所有的信息 但是他没有基于主动联系文多恩 因为文多恩所有的信息 已经让他被动入局 他讨厌被掌控的感觉 但是文多恩 他不仅掌控了所有的内容 还让他被迫进入了这场复仇的棋局 两个人在切构相当对局中 彰显魅力 而何杜岭 一正一邪的性格 又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感 其实剧中男主 李刀仙的人设也很好 他并不是像表面那么阳光帅气 内心因为父亲的事件 幻想着复仇 角色本身也很有魅力 但是相对于武剑的规则手来说 让文多恩谋划更长时间 一正一邪的何杜岭 更有魅力 无论是从剧情来说 还是在演员来说 郑成日的气质与角色 有着天然的统一性 他销售而挺拔的身材 赋予了角色无形的光环 让这个财发形象既生动 又抽象 既可怖又吸引人 你不得不说 这得益于演员自身的修为 常年从事舞台角的郑成日 有别于一般影视剧演员 惹衷表演的技巧 他的表演更耐敛和收放自如 喜欢用一些细微的表情来诠释内心的纠结 这远于多年来的默默耕耘 在演技上的千锤百炼 这个过程中 他完成了人生大事 有了自己的孩子 表演于他而言 是一辈子的事业 而非短暂的辉煌璀璨 也正是如此 你才能从他身上 读到岁月沉淀下的从容 当然 作为演员 仅仅内心想法多 还不够 想要走得长远 人尽中年的他 就需要在外在上 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于是多年来 对于外在的修为 同样不可忽视 剧中有个桥段 当宋慧桥递给他食物 他脱口而出 碳水太高了 这简直 既像是剧中角色的人设 又掺杂着演员自身的意识 也就让观众觉得 角色与演员 形成了莫名的统一 虽然复仇是该剧的主题 但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郑成日在之后的这场复仇大戏中 到底会充当什么角色 他到底是宋慧桥的复仇工具 还是两人会擦出一样的火花 实在是让人浮想连翩 这个过程中 郑成日既像是复仇者本身 又似乎是为了爱而幡然醒悟 而宋慧桥面对这样一位魅力大叔 是否会迷失自己 又或者郑成日最终成为他的救赎者呢 哎 有点担心 第二季的河多领的未来了 当然了 这一切的答案都要在第二季 为我们揭开 总之本剧乍看上去有点简单 虽然校园暴力让人痛恨 但却有点支撑不起 女主复仇的主观意识 似乎看上去有点儿戏 但细看之下 你又会发现 整个复仇的主线 到后来又逐渐反映出多条支线 其中掺扎了人心最丑恶的一面 这么看来 复仇就变得情无可原了 又或者到最后 事态的发展会远远超出女主的控制 这或许正是该剧最有魅力的地方 而你不得不佩服 无论是霸道总裁 还是高端财阀 韩国人在诠释时 会赋予这种角色更多面 这次的正成日 就是最为成功的一个 这样一位霸道总裁 又或者人夫财阀 你爱了吗 好了 接下来小麦军军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正成日这个宝藏演员吧 正成日1980年出生 Kist旗下艺人 并曾出演我们的蓝调时光 《邪恶与疯狂》《花开时响乐》 《Times》 《产后调理院》 《秘密森林2》 《99亿的女人》等作品 正成日现改名为郑星一 曾经是音乐剧演员 出演过《秘密森林2》中的嫖娼物 还有我们的蓝调时光中 女主角敏轩亚的丈夫金泰勋 但这些都没有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因此他并不是很出名 因此关注者竟然不过万 这个宝藏竟被编剧导演挖到了 真的是眼神独到 因为他莫名的有一种霸道总裁的人设 有一种荷尔蒙散发的味道 有一种成熟男性的魅力 甚至有人说 看到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没有现在帅 可能有一种人经历岁月的风霜后 才有一种独特的美 正成日就是这样的人 果然是金子 早晚都会发光的 不过其实在之前 剧中他都是配剧角色 但是他选择的剧质量都很上乘 他曾在《邪恶与疯狂》中 选一位少年 曾有过创伤的心理咨询师 穿着黑色皮外套的样子 真的好帅呀 他也曾在《魅力三历二》中 饰演嫖娼物 是不是好多人以为他是凶手呢 他也曾在双花店 饰演一个小角色 差一句 突然发现在双花店中 打架游的好队角色都很出名呢 宋仲基 林周焕以及吕真九 都是其中打架游的护卫 现在都很出名 因为之前都是小角色 所以好多都没有剧照 不过通过这部剧 饰演一正一邪的财阀戏录 估计会打开戏录的大门 毕竟韩剧关于财阀的可真不少 而且好多人都已经去关注大叔了 不过从编辑的表述中 何杜林已为他量身定制 所以说一个好演员 能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真的是运气啊 为了符合所拍摄剧的人物需要 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2021年他边看书 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每天疯狂见识两到三小时 八个礼拜就打造出巧克力腹肌 一礼相当惊人 他长得不帅 气质清冷里 透着一针一鞋 过于正派的角色 真的不太适合他 他似乎演这种 介于好与坏的边缘人 或彻底的反派 更为适合 总之 《黑暗荣耀》第一季 让张成日打开了戏录 也让我们认识到了 他这个宝藏演员 期待第二季张成日的表现吧